江家弟子平时走在路上 也会和各个小摊上的各家各户问好 一来二去 大家也都认识 江家弟子练武时 平常百姓都可以或爬墙 或光明正大的 在练武场围观 各大节日莲花屋 也会做不少饭菜 在教场摆上酒席 与愿同庆节日的百姓 一起吃喝玩乐 蓝忘记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 自己身处其中的热闹场景 大师兄 要不就先把姑爷 蓝二公 大师兄父 师弟支支吾吾 半天也没想到 要怎么称呼蓝忘记 先把蓝二公子请进去吧 在外面让大家围观也不太好 最后还是江城解了围 魏无羡笑了笑 说道 对 蓝战 走吧 这几天 我一定带你好好在莲花屋玩个通透 于是那人拉过蓝忘记的手巷里走去 一路上不少小摊的摊主和魏无羡打招呼 阿羡出来完了呀 来个饼布 不用了 大娘 您来看看这个小伙子好看不 魏无羡指着蓝忘记问道 好看好看 好标志俊俏的小伙子 这是哪家的孩子啊 嘿嘿 是我家的 魏无羡骄傲道 哎呀 这就是你的那位未婚夫吗 这也太好看了 文言 周围迅速围观了不少百姓 议论纷纷带着笑意走近 都在讨论这位未婚夫 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啊 长得真好看呢 是阿羡的好朋友吗 我刚听见是姑爷呢 原来是阿羡的未婚夫吗 俩人站一起好般配啊 一定要白头偕老啊 魏无羡从容地和围观的人在一起交谈 眼睛亮晶晶地 为所有人介绍着自己身旁的人 周围人七嘴八舌的 蓝忘记被围在中间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说话也不是 不说话也不是 魏无羡注意到他的不是 安抚地拉了拉那人指尖 又说道 好了好了 我要带蓝湛回去了 大家记得过两天我过生辰 一定要来捧场啊 大家笑着答应了 人群一哄而散 魏无羡拉着蓝忘记的手 在莲花雾湿地的簇拥下进了大门 在大厅找到了江丰眠夫妇 江丰眠依旧温文尔雅 说道蓝二公子可是来给阿英庆生了 蓝忘记行了礼又点了点头 阿英可是盼了好久 天天念叨着蓝二公子 江丰眠笑道 魏无羡也不反驳 笑隐隐地看着蓝忘记 于夫人却道 江丰 你怎么还不去练功 人也接到了 你将来可是要继承家主的人 可不比别人能嫁个好夫君 于夫人虽然很爱拿江丰和别人比较 但蓝忘记毕竟是魏无羡的未婚妇 自是不能当面长他人稚气 闻言蓝忘记皱了皱眉 似是不喜他语气里的尖酸刻薄 魏无羡却早已习惯了 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江丰道 是 阿娘 就下去了 江丰眠有些责怪地看了一眼于夫人 才道 阿英 蓝二公子舟车劳顿 先带他去客房修整一下吧 好 魏无羡答道 两人行了礼 也下去了 大厅里江丰眠也没再和于夫人说话 各忙各地去了 魏无羡带着蓝忘记 走到了一栋小屋前停下 边推门边道 蓝湛 这就是你住的客房了 离我的卧房很近 拐个弯就到了 那人说着 还伸手指了指 通往自己卧室的路 见状蓝忘记点了点头 魏无羡注意到 蓝忘记有些低沉的情绪 问道 怎么了蓝湛 是刚才那些人吵到你了吗 你脸色好差哎 他 带你一向如此 蓝忘记问道 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 是于夫人的一席话 让这人以为他每天在这里受欺负排挤 忙道 没有啦 于夫人只是讲话难听点 他对我没有恶意的 不然我是怎么在莲花屋待下去的 四是觉得魏无羡说的有道理 蓝忘记点了点头 面色也缓和不少 蓝湛 你先休息一下吧 晚上我再带你出去 魏无羡说道 嗯 蓝忘记点头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 两人才出来 晚上的莲花屋依旧人生顶沸 只是少了来来往往忙于生计的人 各个小摊前充满交谈 吃喝 玩乐的声音 好不热闹 魏无羡牵着蓝忘记的手一路走过 都是打招呼问好的声音 其中不乏调侃两人之间走到哪都拉着手的 魏无羡也不恼 笑吟吟的举起两人牵起的手 公之于众 四是显摆着什么 又四是骄傲着神情 看得蓝忘记不由的玩儿 一路吵吵嚷嚷闹闹轰轰 让一向雅正为训沉默少言的蓝忘记 不太习惯 但看着魏无羡享受于其中的样子 便也不觉耳中闹是刺耳 眼中只胎一人 蓝湛 你尝尝这个饼 可好吃了 两人终于停在了一个小摊前 魏无羡指了纸摊上的油饼说道 摊主 来两个饼 他又笑嘻嘻地对摊贩说道 摊主喜笑颜开地包起两个饼 递给魏无羡 道了多谢 魏无羡分了一个顶地给蓝忘记 见魏无羡转身要走 蓝忘记拉住他说道 还未付钱 没事了蓝湛 我在莲花屋吃东西都是记账的 满一个月摊主都会找江叔叔 让江叔叔付账的 魏无羡笑道 蓝忘记坚持付了钱 魏无羡疑惑 蓝忘记支支吾吾�磕磕巴巴地说 自己以后要嫁去蓝家 这些账还是先算完为好 说完还有些不好意思 头一转走快了几分 魏无羡扬起笑脸 也不多说 快步追了上去 两人当晚在街上买了不少小时和耍货 肚子离手离怀里满满当当地回去了 从第二日开始 魏无羡就带着蓝忘记 在莲花雾开始为祸四方 其实就是魏无羡玩蓝忘记看着 白天带着蓝忘记 划船游水打山机射风筝 晚上翻墙爬树偷连棚逛夜市 把所有能玩的都玩了个遍 能去的地方也去了个遍 大多数都是魏无羡在玩蓝忘记看着 少数的才会一起上手 不愧是蓝战啊 连玩这些玩意儿都这么哑正 魏无羡想着 三天很快就过去 到了魏无羡生辰那日 魏无羡特意起了个大枣 洗漱完精心地绑了个马尾 取出一条新的红发带绑上 也换了一身新衣服 还是红黑相间的短衫 江家的厨师厨娘 也早起就开始忙活了 要准备一天的饭菜 为了晚上镇上的人来为 魏无羡庆生 后一天成亲礼的红绸带 也早早地就挂在了房上门上和院子上 大红喜字也都贴上了 看上去红红火火 吉祥又喜庆 魏无羡刚出房门 就看着来来往往 到处都是来回忙活的家丁和师弟 本也想加入帮忙 但被拒绝 原因是哪有让主角亲自动手的道理 魏无羡无奈 只好四处乱走 今天是自己的生辰宴 自是不能在同前几日一般 四处为非作歹 魏无羡走了走 就遇到了蓝忘机 蓝忘机看着院子里大红的喜字 正在愣神 连魏无羡靠近都没发现 蓝湛 你想什么呢 魏无羡问道 无事 魏英 生辰快乐 蓝忘机回神说道 多谢蓝二哥哥了 魏无羡做事要拜 蓝忘机忙拉住他要拜下去的手 说道 你我之间 不必言谢 魏无羡却敏锐地觉察到 那人听他道谢之后的表情不对 看起来导向是很难过 又被尽心地葬起来 蓝湛 明天就是成亲礼了 魏无羡羊起个笑说道 嗯 蓝忘机点点头 你不高兴吗 魏无羡又问道 我很高兴 蓝忘机这回转过了头 四目相对认真的看着他说道 好了蓝湛 我知道你是高兴的 魏无羡笑了笑 嗯 蓝忘机点了头 傅又把他揽进怀里 说道是我的了 魏无羡瞬间心软得一塌糊涂 晚上的生辰宴自然是功愁交错欢声笑语 作为主人公的魏无羡 被大家送来的生辰祝福包围 边笑边敬酒 看着和自家完全不同的生辰仪式 本来还有些不习惯的蓝忘机 渐渐被大家真诚的笑容和诚振的祝福暖了心 也微微笑了一下 转瞬即逝 魏无羡自然也不敢在酒宴上喝得太多 毕竟明天还有成亲礼 一会生辰宴结束 还要连夜赶去姑苏镇上蓝家以前购置的院子休息 等明日直接上山 喝得太多 万一明日误了几时就得不偿失了 在魏无羡生辰宴结束后 蓝忘机魏无羡和江峰年夫妇带着江城江雁离 和一小部分江家的亲眷弟子连夜赶到了姑苏镇上 安顿好他们后蓝忘机就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微微休整便起来洗漱更衣 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成亲礼 魏无羡在蓝家分院送走蓝忘机后 也进房睡了一会醒一下酒 其实激动得好长时间没睡着 好容易睡着了 很快就醒了 便没再睡 也起来准备了 明日定是个好天气